各位大家好,我是Dickson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2022年的第25條MC 這條MC 裏面的做法其實過去都有講解過 當中裏面其實都沒有什麼新意的 其實都是問回你達爾文裏面 就是研究過的幼苗Boya 超向光性的實驗 通常給你實驗目的就找到一個自變項 那自變項很明顯就是那三個實驗 1 2 3 裏面的不從處理 控制變項就是題目的資料裏面 就是那些單側光的照射 射多久呢?就是3天 控制變項在一樣的情況下 就讀一下應變項就是量度方法 量度方法就是外觀 在回口年代最難的題目裏面 其實都教會我一件事 什麼外觀呢?其實下去 我們是讀一些有數值的東西 這樣下去例如是讀過的度數 究竟那個彎曲度是多少 就是這樣去想事情 所以當中裏面整個實驗的背景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講解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有3個實驗 就問回你 根據實驗的結果究竟有什麼推論 其實出來出去都是這些的題目 實驗題裏面的做法都是找回一個細目的 字編項、應編項、控制編項 好,現在30秒時間開始選擇答案出來給大家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它說生長素、杯牙超頂端產生 首先第一件事 Darwin 的達爾文 其實當年都不知道什麼叫生長素 他只知道那些化學物質 所以很明顯 他說生長素、杯牙超頂端產生 就很明顯錯 一是錯的情況之下 答案就是C 那我就不用30秒鐘就已經做完 答案就是C 55.8% 答對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就去下一題 但是從那個做法來講 就很明顯一件事 幫你解釋第二點和第三點的Statement 好了,第二點和第三點 杯牙超 接著是正向光的反應 簡單來說 一和二去比較 這個情況之下 單側光照射 接著有一個Treatment 就是自變項 就是不透明的蓋放在頂端上 你看到實驗結果不同 就是自變項影響應變項 簡單來說 不透明的蓋遮蓋了頂端 那就是頂端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了 而去到一和第三個實驗的話 你都會看到一件事 當它那個覆蓋的地方不同了 真是遮蓋了頂端以下的 杯牙超的位置 那你見到實驗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簡單來說 這個彎曲生長的情況 即是應變項這裡說的外觀 其實落到不關頂端以下的位置 反而是關於頂端的位置 所以中觀而言 一和二的實驗比較 一和三的實驗比較的話 那很明顯你都會去推論到 其實杯牙超有一個正向光的反應 第三點就是 杯牙超的頂端會偵測到光視 很明顯 它向著光源生長 彎曲生長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跟頂端有關 所以頂端就會探測光視的方向 所以答案就是二和三 而一不是答案 所以中觀而言 你問回我的話 如果在2022年第25條MC 你都會看到一件事 做了十年試題的話 你有聽過Dixon 放在裡面的講解的話 其實MC 是可以很快地完成了 但當中裡面出題的模式 很明顯就是 要有設計實驗的思維 以及根據實驗結果 究竟你怎樣去推論 Deduce 一些 conclusion 出來 這個能力大家就要提升了 希望Dixon 放在這裡的分享 今天可以幫我大家做 拜拜